就是媽媽去妳的生活 然後對妳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我媽媽去工作以後 對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在座公民經濟 很多時候我要到現場 或者是到演講的地方 或者說公聽會 到餐飽署 這些地方去台灣的餐廳 但是 但是因為我媽媽中風了 住院 住院了以後我就 雖然我們請了24小時的看護 可是我都是一天幾乎是12小時在那邊 蠻長的時間了 蠻長的時間在那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沒有 我就很少在 拿著我的手機倒出去 好 很少 那 在那段時間 我就把我的 這個 我的記者工作呢 就停下來 但是我就記錄下我媽媽生病的那段時間 所以我就開始寫了鳳親首章 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一百八十幾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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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不要你心肛做下一个 到底已经是关了 应该有关吗 对啊 因为我都觉得好像有那个 所以我心肛做下一个 好 不好意思 就是一个礼拜会带妈妈做几次复健 大概是庞台什么样的复健内容这样 OK 好 你仔细开始 在住院的期间是每天都有复健的 是一个礼拜 至少是五天吧 礼拜一的礼拜五 我记得是这样 那离开了医院以后 是一个礼拜 原来是没有想到要去复健 后来想到说 那附近还是有医院 所以我们就去了市立的医院 一个礼拜去两次 那个是所有几乎现在的医院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住院的病人 一个礼拜只能开 只能医院两次 后来我们回到我们家附近的养护所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大的医院 我们是去那个社区的那种小诊所 小的附近医院 那个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的 所以我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带我妈去 但是后来我们家 因为是几个兄弟在轮流 那我的兄弟们他们认为不需要去六天 所以他们就待三天 所以这种情形 一共是有半年的时间 那现在又换到我了 那原来在原来在之前的养护所 我还是一个礼拜去六天 可是现在回到现在换了一个养护所 这个地方离那个 这个福建的诊所不正远 所以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本来还是想要 还是想要冲一个礼拜去六天 但是真的是真的是有点困难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礼拜去六天 那你大概都是安排你一样的福建 对 等一下 先说吧 就是大概都安排是一样的福建 福建的 哦 等他一下 我们在选要拍就会有个问题 我们快要到十五分了嘛 好 你要重复他的问题 就是 等一下我刚停掉了 好 五 四 三 二 你住了吗 一个礼拜 就是说你说福建是哪些项目 那这个呢是看那个医生 福建的医生开什么项目 那我发现到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诊所 他们通常会有不同的项目给我们 那我们之前呢 在我记得是 那在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做清协床 然后我们有做那个手脚的 手脚的腹腱 脚子做踩脚的车 那手 手做这样子 还有 我不知道这些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手可以这样做 那 那现在 那那后来 啊 现在呢 后来我们三次 变得三次了 再回来就 现在就比较困难 他没有办法上到清协床 因为他的手脚 因为只有三次 所以他的手脚呢 是比较 比较不OK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 脚伸得很直 那所以我们 我带去的时候 是已经不能上 已经不能上清协床 没有办法站着 而且呢 也不能做 这个手脚这样的动作 跟脚的 脚的那个 脚的那个脚的 脚的脚踏车的 都不能做 不过还好 我已经带了我妈妈 从四五六七 已经四个月了 那他脱天的服务 他现在又上了 这个清协床 但是角度没有像以前 那么直 但是至少 他现在能站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办法 坐脚踏车 最近 他也是开始 然后这是第二次 坐脚踏车 觉得非常的高兴 我喝一下 酸 咳咳咳 你要喝水 那 教育先生是那个 为什么要这么 惊奇在你的身座 里面 实际上他这个 等我一下 喝个水 嗯 嗯 要喝多了 要喝 没喝 嗯 刚涨很久 那 五 四 三 呃 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 想要带那个妈妈去做 做父亲 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带妈妈去做父亲 啊 对这个问题来说呢 那个医生 或者医生也问我 你对妈妈的期待是什么 他说 对一个快九十岁的老人家 你还期待什么 就跟医生说 看到我们帮你穿衣服 这个手要穿进去 他都安安叫 因为那手没有办法弯曲 穿衣服都很困难 看了非常不容易 每天必做的穿衣服的工作 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你这样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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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完什么样子 咳咳咳 那个穿衣服的动作 他是不是拍不到 所以还有一些 所以还有一些 啊 拍谁拍谁 嗯 你刚那个镜头 没关系 你再拍下去 嗯 穿衣服的动作 对 对 就就 医生问我说为什么 你的期待是什么 你就是说 我看到他连开 会有困难 等一下 刚才声音有点大 那个 几刻 我这还没到十五分钟吗 还没 那 这边真的有点吵 等一下 这上一刻 ��게요 这边 五五五五五五五四三二 我是觉得 其他的 这么辛苦 可能穿个衣服 每天要避佩地穿衣服 还有人家抱着她 那她因为身体僵硬了 所以你抱她 她都不舒服 看了实在 我觉得 我需要让她的关节 是比较柔软的 她比较舒服 我觉得让妈妈舒服 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带她去了 那我带了去 很多的复健医生 也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能期待什么 我就是说 让她说 你觉得那个 是不是到一个阶段了 要不要先看一下 现在不到十一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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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我当时不拒绝 但是现在 我觉得 我很遗憾 我现在去的那家 她不让我 我有跟他们说 我希望做 这个纪录片 纪录下来 他们说 按理规定 法规 所以他们 没有接受 这样的要求 如果 你们有在现场 你们会看到 她现在 没有 之前 我们看到 你们看到的 那么 那么 不舒服的 方面 至少 之前的 我看了 真实很不忍 所以 我相信才有 你现在问的 这个问题 但是 如果 看到现在的状况 因为你们 一开始来 看到这个 纪录片 一开始 是我们刚刚去做 换了一个环境 去做的时候 那 的状况 可是 现在 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她没有 她没有 没有 至少 没有让人家 很心疼 你刚讲说 现在是养部所 不愿意让你拍 不是 医院 我是说 医院 因为我看到她 一点一点的 在进步 我希望 就算你们 不可能 你们每次都在旁边 我想我自己拿 我的手机 拿着露起来 但是 她们不愿意 有很多 对 所以 我看到 你的进步 你们没有机会看到 对 如果你看到了 你会觉得 哇 怎么 才 两个月吧 不到两个月 从你们一开始 看到我妈妈 到现在 第一次我们在那个 在市那边是 几号 你记得吧 六月 六月四号 现在是七月 二十号 好 另一个半月 才四十几天 到五十天 你可以看到 她现在 当时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 她现在 脚是可以这样的 手是可以这样的 那原来 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们也看到 这是不可能 对不对 可是她现在 她这个手绑住的 这个手 因为你们知道 她这个手是很强的 那这手 那她没有办法 reach到那个 那个 转的那个地方 那我就让她抓 我的手去抓着 然后她是抓在我的 手肘的地方 可是今天 从这里 然后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今天可能到这里 虽然到这里的时候 她有点不舒服 她有叫一下 但是叫一点点 我觉得OK的 如果你们有在附近 诊所看到 人家叫到七粒的那个声音 我觉得那是OK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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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